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生大概開兩個拳頭左右 男生大概雙腳開三個拳頭 手就輕輕放著就好 不要這樣放在肚子上 不要這樣子握著 輕輕放著就好 以前我身上是有奧姿 這個姿勢是你隨時可以拔刀去併對水的動作 那也不要做成像這種樣子 也不要做成這樣 我們身體就做這 但如果膝蓋是有病痛的 比較像我這樣子彈座 但是你身體也要做 不要做成像這樣子的 分析的樣子 分析嗎 以前的武士這種 還想做是正確的做 因為為什麼這樣是正確做 因為他們以前是有穿山楷講的 他們穿山楷講的 其實是不方便的 因為這個姿勢是有的 有的 他沒有穿山楷講的 他沒有穿山楷講的 如果穿山楷講的 他沒有穿山楷講的 他們會坐不下去 一身坐的話 這個姿勢是要穿山楷講的 但是彈座的時候 你是要保持 隨時可以馬上站起來 把他穿山楷講的 這是按摩的 但正確做得到 這是 這是 可思維正楷講的 但是 身體不夠是往前 往後請坐 直到 一直以後 我會坐 手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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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放手 手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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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水浸泡的時間, 開湾是熱的, 端端上去, 開湾是熱的, 開湾是熱的, 開湾是熱的。 因為台灣比較熱, 所以等一下如果大家想喝水的話, 你自己自己下去, 擔心喝水的時候, 也就下個牆壁都不要下個道場裡面這樣喝水。 如果說因為怕可能有狀況, 所以如果你的不舒服, 還想喝水要休息, 都自己先到牆壁去。 雖然也是有的, 老師是完全都沒有休息的時間。 那老師是更擔心會有的, 因為體力不支, 然後可能又倒下去要送機, 怎麼動狀況。 所以老師會給一些時間讓大家休息。 請大家不要讓自己有受傷, 不要讓自己有重疾或收緊這種狀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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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